你设计的金钱蓝图是怎样的? 现在回到8万美金的问题时间了 你这一刻的金钱和成功的蓝图是怎样的呢? 你潜意识里的行动结果又是怎样的? 你设定的是成功,还是很平庸,还是财务失败呢? 你对金钱的目标是奋力拼搏,还是安逸有限呢? 你支配的,来来去去都是不变的收入呢? 还是忽想分落的收入呢? 开始时你是有的,然后就没了,跟着你又有了, 再之后又没了,是不是这样? 看起来这些都是巨大的波动成因 这些成因全部都好像来自外部的世界的 例如,我得到了一个高薪厚职的工作了 但后来公司倒闭了,然后我开始自己的生意 生意兴隆,但是市场枯毁了 我下一月的生意都是这样 最初好红好火的,但是伙伴离开了之后 再什么都没了,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的例子 你制定的目标是拥有高收入 一般的收入,还是低收入呢? 你知道吗?实际上很多人都没有一个一定的设定的 你制定一年赚2万元,还是3万元美金? 一年4万到6万? 还是8万到10万,或者是15万到20万? 还是25万或者更多呢? 几年前,有个穿着不寻常的绅士 来到我这个2个钟头的晚间研讨会 在研讨会结束的时候,他走过来问我 他说他一年是赚到50万的美金的 3天的8万附庸思维科程 是否能够令到他做到什么呢? 我问他,你赚到这个数目已经很多了 他就说,一直以来大概赚了7年左右 那就是需要我听到的一切了 我问他,为什么一年不赚2百万呢? 我告诉他,蓝图是为了那些想达到他们 全部的财务潜力的人而设的 让他考虑为什么自己停在50万的时候 突然间,他决定停止原来的蓝图了 一年之后,我收到他的电邮 信上面是这样写的 蓝图的设定令人难以自信 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 我只是将自己的金钱蓝图 截定在别人所讨论的一年两百万里面 我已经做到了,所以我要再参加这个课程 我要重新设定一年一千万的蓝图 我想指出的是,实际数量并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达到自己全部的财务潜力呢?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可能会问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人需要那么多的钱呢? 首先,正是这个问题 就已经对你的财务工具有不太正面的影响了 因为这样的信念,有钱人才会变得贪婪 让我们继续吧 你为了自省金钱,还是为了花更多的钱 而设定你的蓝图呢? 你为了良好地管理你的金钱 还是为了管理不当,而设计你的蓝图呢? 你为了选择胜利,还是选择失利的投资 而设计你的蓝图呢? 你可能会奇怪 在股票和房地产里面赚钱 为什么能成为我部分的蓝图呢? 很简单 谁选择的股票和房产呢? 你选择的嘛 当你买的时候,又是谁去买的? 你买的嘛 当你卖的时候,又是谁去买的呢? 你嘛 我想你已经明白了 在圣地牙哥,我有一个很熟络的朋友 他叫做拉利 当说到钱的时候 其实拉利简直就是一块磁石 他肯定有一个很高收入的蓝图 但是,说到投资的时候 他就有了死亡之吻 无论他买什么或者卖什么 都好像捉招一样 我经常跟拉利联络的 这样就可以向他问一些投资的建议 是不是很完美呢? 是完美的错误 无论拉利建议的什么 我就反方向行动 我爱拉利 另一方面 我们注意一下 为什么其他人都好像 有我先前说过的点蜜成金的本事呢? 他们参与的事都好像会变成钱 的 点蜜成金 或者是死亡之吻的综合 也都正正就是金钱蓝图的表现 你的金钱蓝图将有一次决定你的财务生活 还有你的个人生活 如果你是一位女士 蓝图认得太低的话 你就可能吸引到一个同样低的先生 这样你就可以带在自己的财务舒适圈里面 你在证明自己的蓝图而已 如果你是一位先生 你的蓝图认得很低的话 那你就可能吸引到一个揮霍无道的女士 会扔掉你的钱 这样你就可以带在自己的财务舒适圈里面 也都是证实了你的蓝图的 大多数的人都相信 他们生意的成功 主要是靠自己的商业技巧和知识 或者至少是他们在市场上的选择 我不喜欢成为这个粉碎你们信念的那个人 但是拉拉向这个方式 就是说不过的 你们的生意运转良好 是你的金钱蓝图的结果 你会一直在证实自己的蓝图 如果你有一个一年赚取十万元的蓝图 那正正就是生意努力的方向 足以让你一年赚取十万元 如果你是一个销售员 你的蓝图定在一年赚五万元 由于某一种的原因 你找到一大笔的生意 那年赚了九万 但是很快你就会没了 又或者那九万最后都入不到你的袋里面 本身你准备去那个丰盛的一年 但是最后你也是回到你的财务蓝图的水平 另一方面 如果你设定一年赚五万元 然后一年几年都是失败 不要担心你会赚回来的 你不要不这样想 是因为思维和金钱的潜意力法则是存在的 在这个档口 有人可能会漫步街头 你后来被一辆车撞到 就都拿了五万元的保险费了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呢 东方不良西方良 如果你订了一年后五万元的收入 不需要担心 那些钱很快会是你的 这样你又如何去看出自己的金钱蓝图是订了多少呢 一个最显著的方法就是看看你的结果 看一下你的银行账户 看一下你的收入 看一下你的净值 看一下你在投资上面取得的成功 看一下你的商业成就 看你是消费型还是折省型 看一下你是不是把金钱管理得很好 看你的收入是多 幸运还是起伏 看你赚的钱是努力工作的程度 和你看看你伴侣的金钱关系 金钱对你来说是很艰辛奋斗 还是轻松地拥有的呢 你拥有这家企业还是拥有两份工 你稳定是一个生意 或者一份工作很长的时间 还是挑来挑去 周围走了很多次呢 你的蓝图就好像一个温度调节器 如果室内的温度是72度 这样你把调节器调成72度就没错了 现在有趣的是 因为窗打开了 外面很冷 室内的温度可能会降到65度 当然可以咯 但是最终会发生什么事呢 温度调节器就起了作用了 然后就将温度调到72度 同样因为窗打开了 外面很热的话 室内的温度就会提升到77度 当然可能咯 但是最终会发生什么呢 就是温度调节器又再一次起作用了 它会将温度调到72度 永久改变室内温度的唯一方法 就是重新设置你的调节器了 同一个道理 永久改变你财务成功的不易法门 就是重新设置你的财务调节器 也是你的金钱蓝套啦 你能够尝试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你能够拓展你的商界、市场、销售、谈判 以及管理方面的知识 你能够成为房地产或者是股票市场的专家 所有这些都是巨大的工具 但是最终如果没有一个对你创造持有大量金钱而言足够巨大 足够强劲的内心工具商 世界上所有的工具都将对你毫无价值 还有一个简单的命题 你的收入只能够增长到你希望的程度 好幸运或者好不幸的是 你个人的金钱或者成功的蓝套可能伴随着你一生 除非你认识并且改变它 这个正正是我们这本书第二部分要继续的 我们将继续在百万富翁思维强化班上做的事情 记得一切的改变第一个要素是认知 你要观察你自己 有意识观察你的思想 你的恐惧 你的信念 你的习惯 你的行动 甚至是你的不行动 将你放在自己的显微的下面研究你自己 多数人都会相信我们是根据选择来生活的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即使我们真是很窮 我们可能只能做几个选择 来反映当下对自己的认知 但是总体而言 我们都好像机械人那样自动运行的 由过去的程式和旧有的习惯来做统治 这个正正就是意识要进入我们的地方 有意识这样观察你的思想和行动 这样你就可以在当下的真实选择你的生活 而不是被过去的程式所驱动的 通过意识 我们的生活就可以来自今天的我 而不是昨天的我 这样我们就可以正确地去作出回应现状 选择我们的技能和天赋 而不是错误地回应事情 被恐惧和过去的不安所推动 这样是不好的 一旦你有了意识 就可以看出自己的计划是怎样 完全是你过去所画得的 和相信的自己的讯息记录 这个时候你太小还不懂事 你可以看出这个程序 并不是表明你是谁 只是你学到什么 你可以看出你不是在录音 而是一个录音机 你不是玻璃瓶盛放的物品 而是一个玻璃瓶本身 你不是软件 其实你是硬件来的 没错啊 维传学可能起到作用 没错啊 精神也可能起到作用 但是塑造你的 大部分都是来自其他人的信念和信息 正如我前面所建议的 信念并不是决定的真实 还是虚伪 或者正确还是错误 不过 就算怎样都好 它们是不是正确都好 信念实际就是那些 传递再传递 一代又一代传给你的观念啊 知道了这一样东西之后 你就可以有意识地去选择 放一些什么东西在你的财富蓝图里面 你的财富没有正面影响的信念和方式 你就去重设它了 你所拥有的思想 要摩就是一项投资 要摩就是一项成本 不是带你走向成功和快乐 就是带你远离快乐和成功 不是赋予你能量 就是奪走你的力量 这样 你的明智选择自己的思想和信念 是很必须的 要知道你的思想和信念 不是你本人的 它们并不一定适合你的 就好像你相信它们是这么珍贵的一样 它们并没有赋予你那种重要性和意义 事实上是 在你为那些东西 赋予它意义之前 它什么意义都没有 回想这本书是怎么开始的 我们建议你 不要相信我所说的每一个字 嗯 是啊 如果你真的想像自己的生活起飞 就不要相信其他人说的每一个字 如果你真的想即时论 那你唯一的方法就是相信自己的想法 同一个时间 如果你好像大多数人一样打算相信一件事 那最好采用你那些支持你的 让你富有的信念 记住啊 思想是决定感觉 感觉决定行动 行动就会决定结果的了 你可以选择好像有钱人那样思考和行动 因此也都创造出有钱人创造的结果 问题来了 有钱人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呢 这个正正是你将在这本书里面 第二部分可以找得到的 如果你想改变你的财务生活 继续看吧 现在又是作出宣言的时间了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口 说 我观察自己的思想 只是保留那些赋予我力量的 再用手摸住你的头说 我有百万富翁的思维 刚才来 您好 我感谢可以 我感谢今天 还有我感谢 感谢观看